七十三四公斤 就是我主要想要讓體質下降 然後肌肉量上升 就是想要讓腹部的維度減少 因為我腹部都是脂肪 Hi 大家好 我是Ashle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集影片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我即將推出兩套自己的重訓計畫 一個菜單是屬於初階者使用 那另外一個是進階者 那其實進階者對我來說 就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初階的部分 因為我距離我初學者的時候 已經有一段距離了 所以做這個初階的訓練的時候 對我來說就是超級超級過度的輕鬆了 於是呢 我邀請到了一位朋友 他也願意跟我搭配 跑我這個八週的計畫 就讓我們來歡迎Nana Hi 大家好 我是Natalia 大家可以叫我Nana 很高興可以跟Ashley合作這次的變身計畫 那我自己健身是從高二開始 到現在已經六年的時間 中間也曾經有停滯過 不知道為什麼要健身 但是後來還是回到健身的腳步 那這次有這個計畫 可以好好的改變一下體態我 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你會想要跟著Ashley的訓練才大 就是其實我剛好說到 我其實已經健身六年了 但是這六年間 我一直有自己的體態目標 但是健身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好像就是給自己一個可以吃很多有罪惡感的食物的一個理由 然後自己的體態也一直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 透過這次變身計畫 為期八週的時間 我就是想要好好的下定決心 為自己的體態認真一次 那為什麼你選擇變身計畫不是神力女超人 你都有這麼多的基礎 其實我自己也是很想要跑神力女超人菜單 但是 因為神力女超人 一週是五年 那變身計畫是四年 那我自己是覺得我時間上的安排 可能沒有辦法做神力女超人做得這麼徹底 所以我還是決定先從變身計畫開始 一週四年做好做滿 我的身高是176公分 目前是 好我們現在要直接10吋的體積 緊張嗎 超緊張 28.6 對28.6 然後這是你的DMI 好這個歷史的你 可能你以後不會看到這種數字 希望如此 絕對不行 你現在要準備開始變身計畫 你的心情是什麼 其實要開始這個計畫 我心情真的是很期待 但是又很怕受傷害 就是因為要遠離我 最愛的美食 也不是說不能吃 但就是 真的要好好慎選自己的食物 所以我昨天在開始這個計畫的前一天 就跑去 Nagini很想大吃一頓 但是我自己很清楚 就是你付出多少給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就會回報多少給你 所以 我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要開始這個 完整的變身計畫 我們現在到健身房了 然後Nana在 很賣力的登記 我們進行了一個5分鐘的暖身 然後其實我非常期待 他等一下做變身計畫的狀況 因為我自己雖然在規劃這個菜單的時候 我都有試跑過 可是變身計畫對我來說 就是稍微比較初階一點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太輕鬆 然後沒有什麼電到的感覺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計畫 弄在Nana身上會是什麼樣的效果 開始他的第一組 骨手骨茶 他現在做5分鐘的登記 就已經大爆發了 唯一支持 真的喔 謝謝支持 果然這個變身計畫 對他來說有點太輕鬆了 所以他現在加上了翹臀圈 要進行第二組 那我覺得既然那麼輕鬆 你就把你吹起筋一剪短 好啊 Nana說第一個動作 就算加上翹臀圈呢 對他來說還是非常輕鬆 然後現在進入第二個動作 寬臥的滑輪下拉 就是我主要想要讓體質下降 然後肌肉量上升 就是想要讓腹部的維度減小 因為我腹部都是脂肪 還想要專攻在臀的部分 就是上身兼備的力量也想要增加 另外一方面的目標主要是心靈層面的目標 人家說健身也健心嘛 希望透過這個目標 我能夠更為自己負責 然後也成為更明朗的人 更有自信的人 我覺得這兩隻腳要這樣扣在一起 就是這邊兩邊要扣在一起 他不能這樣起來 他要這樣 所以他能開的範圍不大 但是這邊會很不舒服 好像太輕鬆了 有一點 那接下來我會努力 把Ashley的這個變身計畫 好好地跑來 那在鏡頭前面 沉沉欲動的你們 不要再猶豫了 趕快follow我們的腳步 跟我們一起練起來 我會把我訓練的過程 還有一些我的飲食的一些記錄 放在我自己的頻道 也歡迎大家來我的頻道 觀看我的影片 謝謝大家 現在訓練完到家了 但是抱歉我剛才實在太餓 所以到家我就把我的訓練後餐給客了 忘記把它錄影下來 讓你們看到我們吃什麼 那你們剛才看到我們在健身房的畫面 就是這個變身計畫 第一週第一天的所有菜單 別忘了follow我的IG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Peace 讓你們 at 我現在然是 or豆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